我见过极限拍马屁 就是这老板大 大老板在榜上 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 然后他约我去 约我去呢 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 是他的宾馆大堂 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 他马上给我发言 对不起我健身 马上就回来 你在大堂等我一会儿 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 他进来 进来以后呢 穿一身运动装 P1大1 一进马上一看 马上上来了 然后啪肩膀一抖 那大1后呢 啪就人接着 要不看后头啊 要我要抖 我得看哥们接着 你要抖壁上 那不丢人吗 太自信了 然后啪 就跟我说话 啪手这么一姿势 那哥们巴大雪加 痛就捅黑 吸两口啊 跟我说着话 说跟我说什么呢 说这个健身 中国人都是瞎健身 瞎练 我请他 美国教练 吸一口 啪一身哈 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打破 就是他手这么一呆 你烟就被另外一个 啪啪啪啪一敲 突就塞了 那天把我给闹的呀 我都快笑喷了 他不知道我笑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排练的一样 那个人就得全身贯注地排着马屁 然后一直 然后一直 电梯都是专用的 哗大堂 电梯就空着 有一步 人全扒在那等着 完全是 就是严丝合缝 有节奏的 这种排马屁 整个这过程 我是很服气 我回去试了试 大一没那么容易 你不 你这个抖大一 是用肩膀这个劲儿 你抖不好吧 抖不下去 你瞎晃了半天 大一还在身上呢 你知道吗 这种就是享受的